存在的 咱们一个寿命 咱们一人的一个寿命 佛哥们讲的 让你修惯了 说假的 在你生老病死现前之后 你能够把它断成是假的 你就减轻痛苦了 但是我们修不到 但是它事实就是假的 真的是不坏的 每个人都因为我们身体是真的 但是它是坏的 等父母生起来很小 变变变变变老了 老了灭了灭了没有了 咱们是这样来意识的 但是灭的消灭的是你形象 而不是你的心象 你要对你的烦恼生死 没有实体 假象 实体是不坏的 你想求它长寿 不可得 因为你要达到不生了 也就没有灭了 不生实在也没有灭 体性是寂静的 这个咱们没正德 没有正德咱明白 咱明白的呢 佛教授我们得明白 人说生死即涅槃 在你在生死当中 你印得到 你可以舍掉生死 正德涅槃 因为这个生死是假的 你要把它当成假的了 印到它是假的了 你就可以有道了 就得到了 这个是转全讲空意的 第一站王物色跟我们说空 空就先从这个写个灌 说这些事物 生死也好 涅槃也好 一切法 没有个真实的 没有一定的 这个像是假像 为什么呢 真的就不变了 这美味都是 都在变 变变变没有了 消失了 死亡了 烦恼啊 生死啊 涅槃啊 假名而已 我弟丈夫跟我说 说你要把你的见 见者就是看问题的看法 能见 见于所见 能见是你的性 所见是一些像 能见就于所见 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心 你的身心 就是一个知识而已 没有实体的 那么现在有个幼体啊 这幼体是坏的啊 它会消失的 它不是这么久的 当你十岁时候 你一两岁的时候死亡了 你九岁的时候都死亡了 十岁在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 那十岁也没有了 这叫生灭法 这是我们的执着 说要把这个执着 破掉 对 破掉呢 就破到一些见 这是妄见 大家没读到冷眼睛 读到冷眼睛就知道了 十方显见 那是显见性的 说你这个身体的身心 是执着 你执着它有 实际它没有 但是现在有个幼体啊 说在它有幼体的时候 能够认识它 必定消失 这是肯定的 一定要达到 达到什么呢 消灭掉了 为什么呢 虚妄的 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能离开 这样的观点 要能够深入的话 你什么都看得不 都放得下了 这让你破见 是你执着这个妄见 现在呢 我们的信量不大 不大就说 不敢这样的观照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死亡 乃至明知道 也不承认 人人都知道死亡 要是到死亡的时候 你放不下 也得放下 就说你要执着 也执着不成了 它消失了 应该这样的理解 不要生 不要生雀药想 不要生长远想 荣猛地来观 这些问题 毕竟灭 灭就是一定要死亡的 佛告诉我们 生老病死 乃至于奈别离院政会 无云之圣求不得 这八种 苦难 你如果要看破了 要认识它了 它是随真而起的 从虚妄虚假当中 你在这里头 应识一个不生不灭的 不便不义的 真实的 就是我们的信 所以这些个 叫达到 咱们前文所说的 现在地藏仆子教授我们的 是一时警戒 这个一时警戒的法 它是离开生死的 生老病死苦 乃至于八苦 没有这些个东西 对 这是我们本具性体 这是我们法身 我们的法身 请净的 跟佛 跟地藏菩萨 没有两样 无二无边 在度佛菩萨是功德 在我们众生是烦恼 同时你这样关照 了知 你的真性 每一个众生都具足有真性 就在众生身体当 也不离开身体 你在身体找那个真性 没有 你那个心是实 是万不是真的 但是它具足有 真心骗一些错 如果没有佛的这个知见 没有佛的这个真分 那么就成不了佛了 那么跟佛无二无别 能成佛 那现在呢 就是一些个烦恼 跟你仗住了 仗住了 同时你要见到一些众生身中 都有如来的真实 微妙的清净功德 那是本具的啊 如来是从四修 发现他 发明他本具的 四修跟本具的合二为一 就把那些污名啊 持难啊 所有障碍 都洗干净了 假什么身上 衣服上 有些个脏的东西 你洗一遍 洗不干净 洗两遍 洗三遍的 那就洗干净了 再说我们的本性 说我们的性体 不是这个幼体 没有生老病死 也没有苦 当然没苦也没有乐 没有一切相对方 与佛是无二无别的 这一段文章 地上不得跟母亲讲 众生啊 都能成佛 就是只要是你肯修 肯修 依照这丈夫的教导 就是他所教授我们的方法 说前文所讲的 一时警戒 你去体会 如果能悟得了 一时警戒了 那是离开生老病死的 生老病死是假象 不是真实的 这个你要是这种功夫啊 不管你会修也好 不会修也好 你平时要这样想